大家早上好,欢迎收看GoMarkets每日盘前解析 今天是1月20日星期三,我是Joy 昨夜,美国财长提名人耶伦暗示低利率将持续很长的一段时间 并强调为了避免更长期的经济衰退 美国仍然需要大量的经济刺激政策 受到这个消息影响,昨夜美国三大股指悉数收涨 其中纳斯达克指数上涨了1.53% 台积电上涨了4.85%至131美元 哔哩哔哩上涨超过4%,撑出历史新高 而阿里巴巴更是重回了250美元的关口 网飞在盘后公布了季度报告,随后上涨了10% 黄金的价格也有所回升,目前报1840美元每盎司 白银报价25.20美元每盎司 澳元兑美元在4小时途中创出双顶后回落 目前报价0.77,支撑可能是在0.7658 英镑也持续走强 目前报价1.363,有可能会挑战前高的位置 今晚拜登将正式入主白宫 拜登表示在就职10天内将公布一系列的行政令 以应对目前新冠疫情,疫情所导致的经济危机 气候变化和种族不平等的问题 这一系列的举措将与特朗普在位时所实行的政策相挺 大相径庭,可以让我们一起拭目以待 今天的盘前解析就到此结束了 感谢大家的收看 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点赞评论并转发 如果大家想与我们取得进一步的联系 或者有疑问想要提问的话 欢迎大家添加我们的小助手微信 GoMarketAU3 或者在澳洲的朋友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直线电话 03-8658-0603 03-8658-0603 谢谢 GoMarket在线交易首选券商 订阅 elp 不 感谢观看